哎 想不到啊 我们家的车就这么宝废的 哎呦 这车怎么给撞成这样 到底是多喝个脸皮才能把我的车撞成这样啊 这也太残忍了 都撞穿孔了你看 你看这破损 这毛边完全找不出肇事者是谁 嗯 我也觉得 培姐 这事不是你干的 什么 我怎么可能 轻点 轻点 我怎么可能干重时间啊 那这个图案怎么这么像你呢 我他妈怎么知道啊 等一下 我们来捋一捋啊 他们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吧 等他们反应过来了 他们就会开始怀疑你 然后你就会被FBI带走调查 你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了吧 培姐 我现在要把你连夜送到美国 去干嘛 避避风头 那他们不是离FBI更近了吗 哦 对哦 我老姐呢 送去南姐了 他这你出去玩呢 我去查我昨天画的画 我在一辆车上面画了一幅 看上去像穿孔一样的老姐 哦 那你画的还真不错呢 加油哦 哎 喂 有人吗 天才 终于把你这个农场偷鸡贼给抓到 瞧这 铐上 OK 真以为我配鸡警官是吃素的是吧 我告诉你 就这条该 没有人的 你铐什么玩意儿 我让你铐他 你把鸡铐上干什么 可是鸡不铐他会乱跑啊 那你小偷不铐 小偷是不是也会乱跑呢 那怎么办 我有个办法 这样 他就没有办法乱跑 非常正确的选择 吃完我们就上路 OK 哎 等等 要是问起来鸡没了怎么办 你傻呀 乔治 我们不是有工资吗 我们可以路上再买一只 哇 极致啊 到时候我们可以瞒天过海 谁都不知道 这只鸡已经不是原来的这只鸡了 太牛了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去超市里面买一只速冻鸡 为什么 我们可以跟警长说鸡被小偷绑架之后 得了抑郁症 他就脱发 他就掉毛 结果就成这样 可以 最细节的来了 怎么说 我们不仅抓到了小偷没弄丢人质出色完成肉 而且我们有速冻鸡的价格 吃到了原味的土鸡 我带了两副手铐 上学去了 我叫佩奇 是动物小学一年级的新生 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 我正在等我的弟弟一起去上学 乔治 再不出门要迟到了 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车上做吗 就是啊乔治 车上也可以坐的呀 真的吗 真真 真的呀 你这是打算一路施肥是吧 走吧 也行也行 赶紧吧 老姐 啊 老姐 啊 带纸了吗 他不会没带纸吧 老爸 带纸了吗 哎呀 我也没带啊 没事乔治 爸爸等会儿给你找坤树 啊这 老爸这不太好吧 哎 朱友三级嘛 佩奇 老爸 我的意思是 当着别人的面 不太好吧 啊 怎么办 他们好像很愤怒的样子 那可不 你差点吃到屎你也这样 把差点去掉 我都是名词的 啊 乔治佩奇 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要正能量 我们就给他们道个歉吧 老爸 好样的 老爸 好样的 对面的同志 咱先把机关枪 收起来吧 乔治 现在知道不带纸的危害了吧 痛 太痛了 手机 有的猪 表面是在晒太阳 实际上呢 是在用屁股游泳 咦 老爸怎么越游越快了 那是 不好 海里有苍龙 再怎么下去 老爸可游到苍龙嘴里了 乔治 我们得想个办法 让老爸拐我回来 乔治 乔治你听到我说话 乔治你在干什么 我在给他打电话 看你现在拿的就是他的手机 怪不得打不通 别闹了 乔治 怎么办怎么办 让我想一下 我们现在只有爸爸的手机 然后 我们可以打开他的舞蹈区收藏夹 然后把他关注的小姐姐全部都取关了 他是怎么听见的 乔治 爸爸他为什么在归搓衣板 你说的 不如我们跟妈妈说 那是爷的手机 怎么样 这怎么可能是我的手机嘛 我怎么会看这种东西嘛 那你把你的舞蹈区打开给我看看 这不是更离谱了吗 喂